音樂 數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繼續來學習 《勤書制藥360》第三冊 必依丹元君道 五 納賤 五十二 五 明主之聽於秦晨 其祭可用也 不修其位 其言可行也 不責其便 暗主則不然 信所愛惜親近者 雖血往不振 不能見也 疏遠悲見者 雖竭力盡忠 不能知也 有言者窮之以辭 有見者諸之以罪 如此而亦照海內 純萬方 是由 塞耳 而聽清卓 煙目 而視清晃也 其离聰明 亦元宜 這條 出自一件事是以 淮南指 這個職輩的指是 邀求 期望的意思 血往是邪起 不合正道 諸是懲罰 折罰的意思 造法 這否刺旁在一個招 在那邊造 是造要 純是撫慰的意思 這條講 賢明的君主 聽取群臣的建議 如果臣下的策略可用 就不應當 因說話人的地位低下 而此以採用 如果臣下的言論可行 就不會責求他們 要能言善變 這是一個民主 民君 只要下屬提出來的政策 磨練 是合理的 可以使用的 那麽就 不要啊 因為說話的人呢 他的地位呢 很卑下 認為啊 這個說話的人 雖然有道理 但是呢 他沒有地位 就不採用 民主啊 不會不採用 只要啊 說話的人說的對 他一定採用 不會因為他地位很低 就不採用 那麽如果下屬的言論 可行啊 可以行得通 那麽就不會責備要求 他們要能言善變啊 就不會說 要很會說話 只要啊 可行 雖然啊 不太會講話 但是呢 他提出來的言論啊 是可以行得通的 也都接受了 那婚庸的君主就不是這樣 他信任 偏愛 平素以自己親近的人 雖然他們 奸邪王法 品性不端 他卻看不見 他疏遠地位卑賤的人 雖然他們竭盡忠誠 奉獻才智 他卻不知道 有人禁言時 有人向他禁言啊 他要追根問底 使對方啊 理期辭窮 有職言歸欠的 他就用某種罪名 予以懲處 這樣做呢 還想要光耀海內 抚恤天下的百姓 就像曬著耳朵 去聽便夜深的清爪 蒙上眼睛 卻想看清楚顏色 這樣啊 離耳聰目明也太遠了 那這就是形容比喻了 這個沒有聽起啊 好的近年 那就像啊 眼睛看不見 耳朵聽不到了 一樣了 好 這條我們就學習到這裡 祝大家福慧珍藏 法喜充滿 阿彌陀佛